一脸疲惫 强忍着泪 地震后第六天 住在一栋12楼之二的 陈建中一家三口 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陈建中的妈妈 每天到现场苦苦守候 从陈建中一家三口的住处来看 夫妻两人可能为了保护儿子 冲进房间却受困 卧室楼梯间都没有寻货 最有可能位置 就是靠近东侧的封锁线 不管你怎么 房间就要看着人 没有办法 一定要冲 如果晚上没有吃药 我是没有办法睡觉 40岁的陈建中 从事登具工程 是家中独子 和33岁的老婆陈玉玲 7岁的儿子陈微豪 一家三口住在围贯金融大楼 前一天才和妈妈通过电话 说除夕夜回家过年 没想到地震过后 陈建中母亲打给儿子 媳妇都没接 赶到儿子住处 才发现已经污倒楼塌 现在他苦等儿子一家人 不放弃希望 不管多久 都会一直等下去 记者台南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